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某次閃電的過程中 雲的底部 這個雲的底部 假設有一朵雲在這裡 假設這個雲的話 底部帶負電 他說雲的底部和地面之間 電壓達到1000萬伏特 並在約0.02秒內 輸送20QR的電量 到達地面 他會下列與 閃電有關的敘述 哪幾項正確 我們看可以學一下 該是閃電所產生的電功率 約為 約為10的70萬 我們來看這個電功率 P是等於IV 可以嗎 我們看他的這個平均電流等於多少 在0.02秒內 射出20QR來 所以他的電流是10的3次方的安倍 把它帶進去 是10的3次方 乘以10的7次方 瓦特 所以是等於10的10次方瓦特 所以不是 10的7次方 所以A選項是錯 好 這樣我們看 B選項 B選項他說 雲和地面間高電壓 的產生 與磨擦起電有關 這錯啦 他之 所以會放電的話 是因為他們之間 這個電壓太高了 這個電能力度太大 所以他會把一些電能把它給推出來 推出來以後 把電能加速以後 產生閃電 這個磨擦起電是借用外力 外力的話 把什麼呢 把這個電子 把它給什麼呢 把它給這個 抽出來 所以他有透過外力 這個的話沒有透過外力 這個他是自然產生的 自然產生的放電 所以B選項是錯的 這樣看 C 飛機在空中飛行時 不可能遭電解 這錯啦 也有可能啦 因此不需裝壁雷針 這錯啦 還是要裝壁雷針 上看 D 閃電使的大電流 使空氣產生高熱 快速膨脹 故常伴水有雷聲 這個對 我就說 你那個 產生了高量的熱以後 要推及那個空氣 快速推及空氣 空氣的話 就有那個爆炸聲 這個對 上看 D 閃電使的 當閃電擊中 住家電路的屋外電線時 屋內電視若未拔掉插頭 則可能會受損壞 這個對 有可能 閃電的話 如果砸中住家電路的時候 那個電流的話 大電流 有可能通過電視的那條電線 這個大電流通過電視的電線以後 那個電線可能就燒掉了 燒掉以後這個電視就壞掉了 這有可能 這D是對的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選D對E 谢谢大家